众所周知,游戏进行到6分钟的时候,就可以发起投降,简称6分投。 但你知不知道,职业选手是不允许投降的,甚至是平常直播打游戏的时候也不能,这是为何? 首先,这个规则是KPL联盟对于KPL职业选手的要求。 作为KPL联盟的一员,享受着联盟带来的权利,同时也应该遵守联盟的要求。 再者,KPL作为王者荣耀的官方赛事,很多比赛都有很多线上的玩家观看,还有很多线下粉丝在现场加油。 如果一场比赛,一方逆风就投降,很影响整场比赛的官赛体验,也不会出现所谓的逆风翻盘,让二追三,让三追四的好剧情了。 而KPL作为王者荣耀的最高赛事,职业选手代表了玩家的最高水平,在游戏中点投降的话,显然是不符合电竞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的。 有时候打排位确实让人很绝望,一些挂机,演员,故意送人头的队友,让你不能有良好的体验。 普通玩家可以随意点投降,但KPL职业选手,无论什么时候,只有坚持一条道路。 你认为KPL的这项规定合理吗? 我认为KPL的评论是有没有案内,因为封锁好意写和理论是有因的。 有可能。 我认为KPL的船路要 rocking的到修讯。